三只鸡换出来挖土了 在这边挖土 松土 随便藏一下 然后它会把这些那个里面的什么蚯蚓啊 什么鼻涕虫 还有什么疼土啊 吃一点 然后天气好的话 它就开始挖了 把这边上面的土 我只是随便的藏了一下 然后他们就开始 开始挖 这个免费的挖土 松土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土藏起来的话 它会跑到别的地方挖 哪里松去哪里挖 但是这个如果你挖出来了 没事 它会在这边这边这边挖 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呢我这个 基本上我上次改了一个托盘 挺干净的 这个就是换一点那个堆肥 放一点在这里 然后我上次一个月我就把它倒出来一次 也不会它那个鸡粪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它晚上在这边睡觉 只能丢到这里 这里 丢到这里 其他地方也没有 好 昨天又下了三个鸡蛋 一般他们鸡都是在这里下 现在鸡蛋下的大了一点点 赶紧挖吧 我就随便查一下 你给我挖的 挖了 然后之前的鸡粪我就里面倒出来了 有的都干了 然后倒倒树旁边去 因为它半花雄 里面有那个堆肥 还行吧 这个鸡都挺健康的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些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